民眾逛台南大冬夜市逛得好緊張 因為有一處攤子整個被砸爛 攤販被一群凶神惡煞包圍 其中看到有人還拿著長刀 一度做事要砍人 砸攤子的人提到匯款 疑似錢的事情砸完出氣離開後 警察到了 受害攤販表示 砸攤的人他認識 雙方是收租的糾紛 俠願報復 雖然不想追究提告 但在人潮眾多的夜市 大膽持刀砸攤 挑心意味濃厚 當時一行人 還在停車場出路口先集結 警方初步調查 受害攤販在花園夜市 有多格的攤販分租 鬧事的嫌犯也是攤商 因為被害人收租只收現金 對方要匯款被拒絕 埋下心結 因此故意挑被害人 擺攤時間砸攤警告 雖然受害的攤販不提告 但一行人不把王法看在眼裡 大東夜市 又是台南知名的觀光夜市 遊客逛街 募集 砸店鬧事 實在有損形象 警方將一一揪出來 依聚眾姿勢 移送偵辦 TVBS新聞顧首昌 彈彈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